另外在收据新闻方面 在新冠疫情持续延烧7个月后 随着各种数据的增多 人们对新冠病毒的了解也更加的深入 近日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EMS举办网络研讨会 邀请专家讲述目前人们对新冠病毒的了解状况 本次座谈会除了有请到出席了多次EMS研讨会的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教授Tone Nguyen以外 还有哈佛大学国际卫生学院教授阿旭哈博士 以及斯坦福大学临床医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Nirav Sharpe博士 为与会来宾从科学专业的角度 分析新冠病毒的种种特征 以及目前该病毒对美国社会所造成的影响 Tone Nguyen特别在讲话中指出 虽然近期全美新冠每日确诊病例有所下降 但是500万的整体数据依旧触目惊心 更为令人不安的是对于少数族裔来说 新冠病毒不仅带来了身体健康上的损害 也在侧面影响着他们的心理健康 而对于近期俄罗斯注册首款新冠疫苗的消息 Nirav Sharpe博士也指出 对于任何刚问世的新疫苗来说 副作用都不可避免 目前我们距离成熟的新冠疫苗问世 还有一定距离 When you first release the vaccine the vaccines are full of side effects you can see in the small studies of a few dozen patients that have been done they've all been done in healthy young volunteers healthy young volunteers require two doses of the Moderna vaccine and have a lot of side effects now when they tested among 30,000 people I imagine there will be many more side effects in people who are not young and healthy and those are the people we want to protect first 本次的视频研讨会是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EMS 自新冠疫情在美四月以来举办的一系列 聚焦疫情的研讨会之一 这些研讨会会邀请各方面的专家 为民众对疫情的状况做出一对一的解答 凤凰卫视林漢琴 洛杉矶报道